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东务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 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中央的国际新闻 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大选的结果 那么美国总统大选经过激烈的跌宕起伏的开票过程 终于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候选人拜登 以290张选举人票超过了270张的门槛 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的当选人 那么这个代表着川普时代的结束 那么引来拜登时代的开始 那么当然拜登也是史上的 你可以说他是得票最高的候选人 但是川普是第二高 那是因为这次投票率非常的高 非常高 那大家都是美国社会呈现非常的激烈的两极化 所以你看摇摆州的算票的结果非常的惊险 非常的精彩 跌宕起伏 但是呢其他的红州啊 共和党的红州或者民主党的蓝州里面呢 你可以发现那么红的和蓝的他们的差距都蛮大 可见这是两极化的情形非常非常清楚 那美国大概中间的这个州呢 打开地图来看中间这些州 他们都是红色 两岸的 那么当然是蓝色 所以这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城乡的差距啊 那么我们也发现了拜登真的当选的话 其实也会非常的辛苦 第一个他年纪很大 我们说他是得票最高 但是他也是年龄最长的美国总统 那明年他如果正式就职的话 就是78岁 78岁的总统呢 大概也只能做一任啊 那很难想象第二任 当他82岁任吧 再去选下一任的总统 所以他是一任总统 那么一任总统的情况下呢 那么可能拜登就职日的开始 也是民主党内部准备后拜登时代卡位的开始 所以民主党内部呢 他有极左派 拜登属于中间 那民主党的左派呢 跟中间派呢 也吵得一团 那么这个斗争还会延续 川普虽然没有没有当选连任的 可是有些比川普更川普的极右派的人 进入了国会 进入了国会 那他们这些比川普更川普的极右派进入国会呢 当然对拜登也构成了压力 所以有极右派的共和党的 有极左派的民主党的 拜登想在中间走出一条中间的路 不是那么容易 需要很大的耐心 也需要很多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谋合 那么在内政上面呢 拜登的第一优先当然是抗议 所以他马上就说 那么确定他当选以后就成立一个 那么抗议的一个小组 那么进行各种的准备 各种准备呢 那么你有十几个这个专家 那么就成这个小组 他准备说明年1月20号就职 1月21号开始呢 就要着手进行对抗新冠病毒的 那么这个努力 但是有些那个人在担心 就是川普现在呢 到明年就职 他还有七十几天 那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天气变冷了 美国天气变冷了 如果川普一直宣称呢 那么疫情不严重 而没有认真去抗议 结果在这一段时间 疫情忽然整个爆发起来 变得更为严重 那这个影响就很大 还好 那么昨天那么9号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 就是疫苗有所突破 疫苗有所突破 那么美国的辉瑞药厂 跟德国的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宣布疫苗突破 90%有效 这当然对关心疫苗的 对抗疫的人在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 对美国的股市呢 也是个大的利多啊 所以这个 这个也可以讲说是 拜登运气还不错 因为这其实这是 川普任内的 这个疫苗的突破 如果在选前 有这疫苗突破 对川普当然会有点加分 那么川普都很高兴啊 他是疫苗突破 但是现在这时候的加分呢 大概都归到拜登身上了 那么在外交上呢 那么拜登他是准备 他是希望能够重振 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他也强调多边主义 强调多边主义 和领导地位的 那么他说 当然他会重回 所谓伊核协定啊 那么重回巴黎气候协定 那么在 可是有些分析家指出来 美国他已经四年不领导世界 世界已经习惯 没有美国领导的这个情况呢 世界依然那么继续往前进 地球依然继续转动 所以呢 也有很多新的国家出来 他要扮演领导的角色 比如说德国啊 比如德国 德国就是说 他在世界卫生组织啊 或者有关于卫生问题上 他愿意做世界上的一个领头羊 那么法国 他在中东问题上 也表现得非常的积极 那中国大陆呢 当然也希望在 抗议的问题上 也扮演什么领导的角色 很多新的领导 慢慢出来以后 美国最多呢 就是一个协调 他就恢复过去 美国为我独尊的 极大的领导地位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我们也关心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呢 那么美国总统 当时人拜登就表示呢 在竞选的时候说 跟中国的关系是非联合的 非联合他还是会抗和 遏制中国势力的一个扩张啊 这是美国国内的一个共识 但是呢 他遏制的方法 将比较可预测 相对来讲比较温和 从某个方面来讲呢 美中对抗有机会缓和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 美国比较容易去联络欧盟的国家 共同协调政策来对抗中国 所以中国大陆内部就两种讲法 那一种就是美国事实上 跟中国有机会缓和 另外就是美国可能更为 比这个拜登可能比川普更为难缠啊 但不管怎么样呢 当他这样子 从多边主义 有冲突 有合作的 这个正常的这个关系 他的行为比较可预测 那么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呢 后续会怎么发展 比如说科技冷战还打不打 怎么打法啊 那贸易问题是怎么解决 其实这有带拜登的团队上来以后呢 一一的官员就位以后 就可以看出他比较清楚的一个政治轮廓 第二行为我们看缅甸 缅甸在上个周末 八号的时候举行国会大选 国会大选呢 那么翁山苏基呢 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应该会赢得胜利 继续执政 这是缅甸在2011年结束近半世纪军事统治之后呢 所举行的第二次的选举 那么根据统计呢 这次选举共有1171个席位 大家得抢1171个席位 选民呢 从92个政党和独立竞选阵营的 6900多名候选人中 那么进行选择 进行选择 那么翁山苏基呢 那么这选择他当领导的这个民盟呢 还是会获胜 获胜呢 在人晓得这次的缅甸的这个选举啊 不是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 而是选举联邦议会跟地方议会 那联邦议会又分成上议院和下一议院 夺得联邦议会主导地位的政党 将于优势在明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所以他是这样间接的选举 但是翁山苏基呢 因为缅甸的这个总统也限制 因为他的配偶呢 是英国人 所以他不能够当总统 不能当总统 所以他只能当执政 他能被幕后当实际的领导人 可是就算翁山苏基这赢了 其实他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的多 非常多 第一个当然是经济 经济呢 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啊 缅甸2018年到2019年的经济成长率是6.8% 可是2019到2020年只有0.5 就0.5 所以这经济的问题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呢 第二个呢 当然缅甸呢 翁山苏基上来 他少过去执政五年 军方的势力依然盘工凑结 盘工凑结 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修宪 一直修宪 希望能够 比如说你限制 谁不能当总统啊 总统资格的限制啊 军队的政治权利啊 那时候那么好几项权利 希望能够修宪 但统统被军方挡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2008年军政府制定的宪法 当他慢慢开始有点民主化之后呢 军方为了保持他的势力 他制定的宪法 宪法中呢 规定议会中将有至少四分之一的议员 是军方指派 那宪法也规定军方在内政部 国防部 边境 事务部等三个主要部门 他有控制权 啊 那么并且呢 在特殊情况下 他可以接管政府的权力 比如说出现叛乱啦 恐怖攻击啦 暴力手段 夺取政权等等 所以 所以国防军的总司令 得以行使立法 行政 司法 机关的权力 直接接管政府 但是你要修掉这个宪法 你要有联邦议会 75%的议员要统一 那可是呢 军方又保证了25%的议员 他如果不松口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超过75% 所以这个就宪政上 他就是卡关卡在这里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罗兴亚人问题 西方人非常关心罗兴亚人问题 但是缅甸因为历史的原因 军方的这个原因 对罗兴亚的这些少数 这些少数民族呢 或者他是穆斯林嘛 那么罗兴亚人 但是缅甸人不承认 有罗兴亚人的名词 他认为呢 是孟加拉的这个非法移民 但是西方认为 那罗兴亚人已经 就算孟加拉过来 也多少代了多少年了 已经变成你们国内的少数民族了 但也都罗兴亚人 国际上跟缅甸 他有争执 那有争执 所以西方 按西方的这些投资呢 一个个就不来 就是答应了投资 结果不来 不来怎么办呢 不来怎么办 后来那只有 只有缅甸继续了 中国大陆 他非常依赖 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投资 这个经济 可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呢 经过缅甸 也进展的不顺利 因为中国呢 根据缅甸提出 中缅经济走廊 提出多达40个项目 结果缅甸内部 因为地方了 民主化了 少数民族等等问题 40个项目 只有9个 得到缅甸政府的同意 9个里面 只有3个公开确认 真正开工的 只有3个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依赖中国大陆 可中国大陆这里 也没有帮上忙 所以经济下来 于是很多年轻人 开始感到失望 他说我们去牺牲了 多少能来支持 翁山素姬 支持民盟 结果你政治改革也卡关 你经济也起不来 那么怎么办呢 而且没有考虑到 翁山素姬已经75岁了 翁山素姬时代如果过了 后面的民盟会怎么样 所以这些人就决定脱离 翁山素姬成立 成立新的政党 所以这才有很多的新的政党 就是人民先锋党了 那么人民党了等等 那么很多新的政党出来 所以缅甸呢 是有第二次的选举 人们还是非常狂热的支持 翁山素姬 没有错 但是后面的问题 他面问题其实还蛮大的 最后呢 我们看土耳其 土耳其呢 最近呢 在外交上呢 当然就有 他表现得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主动啊 那很多的问题 很不管是叙利亚的问题 利比亚的问题 高加索的问题 你都可以看到 土耳其积极的介入 然后和法国也发生很多的冲突 但是人家发现 土耳其 为什么在很多事务上介入呢 因为他要转移 国内经济不好的 这个注意力 但是经济还是撑不下去 还是撑不下去 最后我们就发现 上个周末的时候 土耳其的强势总统 乌尔多安 先开除了中央银行总裁 乌伊萨尔 中央银行本来应该独立的 但是土耳其总统呢 不断的介入干预 不断介入干预 而且强调说 你通货膨胀这么严重 而且不准升息 本来是应该要升息 升了利息 然后来致通货膨胀 跟奥尔多安就认为 利息如果升上来 结果就是造成 通货膨胀更严重 不准升息 只准降息 所以干预了中央银行的操作 后来甚至把中央银行总裁 乌伊萨尔 把他给fire掉 把他给撤换 撤换了由前财政部长 阿哥巴尔来接任 阿哥巴尔接任 在在撤换的之前 土耳其货币里拉 已经今年贬值了 超过30% 是新兴市场里面 表现最差的货币 然后fire中央银行以后 接着就是财政部长 以健康 现任财政部长 以健康理由请辞 这就很有意思了 财政部长呢 这个阿尔巴伊拉克 是阿尔多安的女婿 他曾经担任能源部长 2018年时候转任财长 财长一般认为呢 他是阿尔多安 培职的接班人 结果呢 中央银行总裁 被撤换了以后呢 他女婿 也以健康理由请辞 原因当然也就是 经济太差 所以这里面 有东西正在酝酿 酝酿 不管是阿尔多安不喜欢的 阿尔多安栽培的 都因为经济问题 而整个下来 那整个下来 你在外交上 还要这么样的 四处的去介入吗 所以阿尔多安 在10月19号 29号的时候 巴黎 这个尼斯 法国尼斯圣母院 发生恐攻的时候呢 他主动跟法国 表示 主动发表声明 谴责暴力 似乎要跟法国的对抗 希望能够降温 为什么能降温 因为土耳其内部的经济 太糟了 太糟了 必须把这个重点 从内收回来 这么缓和国际上的压力 然后重点 希望能够救回 土耳其的经济 那到底在后面 还有没有更多的 这个故事 会整个冒出来 所以观察土耳其 或者土耳其经济的情况 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 我们关注的 一个观察点 所以大概上个礼拜呢 三大块重要的新闻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见 你 你 你 然后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